游客正聚集在水族箱前 观赏着独特且蜂蜜日本的超可爱生物 蜗牛鱼 蜗牛鱼本名太平洋真原奇鱼 属于游行木家族 因为外表酷似日本动画中的角色 也有传闻作者是以它为原型作画 因此备受瞩目 今年适逢平东海生馆18周年庆 馆内特别推出有你真好主题诊 让游客一览游行木家族风貌 今年是我们海生馆第18周年 18岁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年纪 所以我们海生馆今年特别在18周年的时候 推出有你真好的主题 那主要是展示游行木的鱼类 那游行木家族主要有 蜗牛鱼 东方飞脚鱼 狮子鱼 然后龙王幼跟肿瘤独幼 那透过这一系列的游行木的家族 可以让民众也更可以了解说游行木的鱼类 或是海洋生态的教育有哪些 海生馆汇集了游行木家族各个成员 如华丽的狮子鱼 低调的石头鱼 还有长了翅膀的东方飞脚鱼等 而主角波妞鱼 可爱的外形及呆萌眼神 让许多游客觉得超了愈 他眼睛是彩色的 对 然后他的手有点短 第一次看到 对 我第一次看 觉得很心情 对 很可爱 深海的生物与众不同 应该是那种疗愈的感觉吧 生命很奇迹 这次我们特别引进 尤其是首次引进 太平洋真元旗鱼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玻妞鱼 对 那我们在台湾首次展出 就在我们屏东海生馆 所以民众只要在寒假期间 来到我们海生馆 我们初一到初五都全年无休 所以大家欢迎大家在过年期间的时候 来到我们屏东海生馆 来一起看我们的波妞鱼 作为2018年海生馆18周年 由你真好首播主打 波妞鱼不仅是首次引进 也是台湾首次展出 并于青春假期 与世界水域 深海展示等馆内 与民众碰面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海生馆 与可爱波妞鱼及五花八门的 有颗生物 湘景欢 别动顺媒体 杨正义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